台股近期真的是有机会往万六迈进吗 因为今天指数是再度的大涨创下新高了 可是这一波的多头行情 平盖股不再是最香甜的了 半导体股更夯 像是光学镜头厂大力光 蝉联长达十年之久的股王地位 今天被电源管理IC厂系列KY超车了 在上午的9点42分 系列以2995元追平了大力光并列股王 10点18分攻上了3000元的股价 首度超越了大力光的2995元 成为了台股新股王 虽然这股王宝座只维持了两分钟左右 又再度的让出 但是专家分析去年的疫情 推升了半导体产业 让IC设计成为资金宠儿 而且IC设计产业股本大多只有十几亿元 在电源管理IC持续缺货的情况之下 系列逼大力光退位的几率相当高 冲冲冲台股一路往上冲 个股一片红通通 现在就连股王都要换人做了吗 股后系列43号股价持续大涨 盘中10点20分左右上攻至3000元 夺下大力光的股王宝座 整整两分钟 就是因为受惠中国去美化趋势 外资目标价最乐观 喊上3500元 光学镜头产业 那目前是有面临到整个镜头趋势的一个改变 那么以及来自于中国的一个竞争者的一个压力是比较庞大的 反观在半导体业的部分 除了短期的一个涨价跟缺货的一个风潮 中长期的整体产业景气是相对看好的 大力光股王宝座岌岌可为 但收盘仍保住王位 不过另一头看看全王台积电 法售会前夕股价持续发飙 中场上涨14元 一举冲破600元 收在605元 再度写下心里程碑 就台积电来看 我觉得他目前股价 就ADR角度来看 现在是将近700块 所以我们可以把ADR当作他的股价期货 所以基本上台积电盘间的这个方向 第一个不会变 然而台积电这一标市值冲上15.66兆 相当于5509亿美元 顺利几下股神巴菲特的波克夏公司 晋升全球市值第九大企业 创办人张庄谋身价 更是只有更高没有最高 若从今年开红盘的八个交易日来看 持股市值增加93.75亿元 等于每天平均赚进超过11亿 若从推售当日开始计算 持股市值更是暴增470亿元到756亿元 如果台积电还是往上涨 台股应该还是会指数再往上垫高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台股基本的高点 我们不要预设立场 但是可能风险部分我觉得投资人 还是要去控制你自己的持股的风险 而受到台积电激励的还有台股 13号中场也是大涨269点 收在15769点的新高价 接下来就看台积电周四法说会后 股价会怎么表现 东森财经新闻叶子金杨昭 台北采访报道 sage本人的交集 Library 另外一:「恨衛, 外伙在 pandemic Unfortunately 关键着将是 帮꾼对球ón